北市府宣布在2月7号到11号 加开高端疫苗三个中型接种站随到随打 提供超过6500剂量能 但台北市党科文哲过年上广播节目时 再度质疑次蛋白疫苗高端的第三剂保护力 没有科学证据 更直言总统跟副总统公开施打高端第三剂 他觉得很怪 质疑次蛋白可以打第三剂吗 这虎头蛇尾 不对不对 过年期间上广播节目 科文哲挑战虎字成语 科文哲话风一转 再度质疑国产高端疫苗 高端疫苗那件事我就觉得很怪 总统副总统打第三剂 我还问他说奇怪 我说这个总统副总统医疗召集人是谁 第三剂有没有 要打MRN也就是共识 高端接近的是Nomal Face Nomal Face有打第三剂吗 蛋白质次蛋白可以打第三剂 所以我就不晓得 蔡总统和副总统赞金德 一月中穿着短袖施打第三剂高端 但看在医师出身的科皮眼中 再皮保护力科学证据不足 因为AZ打第三剂很清楚效果不好 对 但是从来没有配合讲 讲说第三剂可以打蛋白质吃 但会打第三剂 所以这个像 像我一看到这很奇怪 这根本没有科学根据 只是骂归骂 北市府依旧在2月7号到11号 加开北车 异性礼堂 捷运松山站等三个点 高端疫苗随到随打 超过6500剂 2点40分 再回来2点 毕竟先前开放量能不足 让高端足不满 不管柯文哲对高端保护力 有多少质疑 还是得慎防明月反扑 接着我们讲红卉材 看不到 总统蔡英文大年初三 来到台南归人分局春节未免 除了感谢远景的辛劳付出 也提到最近酒驾案评传 期许远景要严格执法 在春节期间 全力降低酒驾案的发生 同时总统也来到高雄 慰绕陆战队九九旅 九九旅是防堵敌军 从南部抢滩登陆的 第一道防线 春节期间 弟兄们坚守岗位 让国人安心过年 不发连 战力强 陆战队九九旅 正的战力强 号称拳头部队 能用一小不大的不对称作战 防堵敌军从南部抢滩登陆 是国军第一道防线 春节依旧守在岗位上 蔡总统特地南下未免 新的一年 大家都能够持续秉持 永远忠诚的对训 以及三不怕的战斗精神 让部队的战力更强 让守护国家的力量 更加坚实 近期不管是三军联合 作战训练测考 或是防疫消毒任务 九九旅都展现坚实训练成效 跟坚实战力 总统感谢国军保驾为国 默默付出 九九旅也赠送总统 有散绳编织的挂饰 以及刻有勇猛善战的纪念木牌 我自己有这个兴趣 所以就是编了这个 幸运的挂饰 祝总统 这是幸的一年 这是顺顺利利 除了国军之外 春节期间 远景的勤务同样 24小时不休息 总统前往台南归人分局 未免期许大家严格执法 全力降低酒驾案件的发生 国军守护家园 远景维护治安 过年不休息 为的就是让民众安心 记者最后报道 感谢观看